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V1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Dee 何啟華 今次我在迪士尼100周年紀念動畫 《星圓奇緣》中飾演的角色是 山羊華倫天怒 Dee哥前年和Era兄弟 為日本動畫獻聲之後 最近姓你 媽絕神隱大半年的恩怡 為迪士尼電影《星圓奇緣》配音 Dee哥一出手就知道有沒有 想不好笑都難 今次他升演山羊BB華倫天怒 還特別用了一把勁慈性的聲音 Q得來又Man感 究竟Dee哥的聲音有多少變化 聽過就知道 你現在考我的配音 我告訴你 我進步了很多 你難我不到 好3 2 1 女老師教普通話上課 女老師教普通話上課 嘩 嘩 這個 這個都不是考聲音那麼簡單 這個是整個即興演出來的 即興練習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老師 Lilia 今天咱們我就教這個 你好嗎 我很好 你懂嗎 同學跟我都讀一次 你好嗎 我好嗎 OK 過了 過了 過了嗎 我聽說台灣女孩子說話是這樣 她們的聲音很噁 對 好3 2 小朋友 扭媽媽買玩具 OK 這個 這個都容易 因為真的 每個小朋友都經歷過 我要這個 這個 你上次有話給我的 你都說謊 爸爸我要找爸爸 爸爸才會給我的 OK 還有一題 3 2 人 解籤佬 老人 解籤佬 老人 解籤佬 你這條 42千 我再檢查一下 42千是下籤 不過沒事 你知道 下籤有時不代表是下籤 因為上籤有時才是下籤 不過你這些年輕人聽不懂 總之 接下來 接下來 什麼都不要做 對 答應我 什麼都不要做 就躺在這裏 你就一定順便充足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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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八字 你的樣子 很適合看 迪士尼100週年紀念動畫 聲軟其軟 留意 Asha Asha唱歌好聽 生羊很搞笑 哈哈 我也未看 我也會笑 記得入場看 男女魯烈 真的裝什麼像什麼 看你沒有角色 難倒Dee哥 有未去到難得不到 學習中 學習中 但與演出和演戲 有相近的概念 其實你也是要全程投入 配音 我技巧未夠高 可能有些人可以 樣子是pocket face 但聲音是很激動 但如果要配合角色 一些反應 其實自己的面部表情 自然會改變 就會有點像生羊 就是那些 就是一定要帶著這個表情去配 現在你跟他很像樣 對嗎 哈哈 是啊 挺有趣 好過刺利一點 哈哈哈哈 我想這樣說 今次這個難度 在於 因為我們ERROR 即我一直以來的工作 娛樂 搞笑幽默 都可能是比較成年人向 我們可以口沒遮難一點 但今次我們的目標 是選擇小朋友 五人子弟的事 只有我不做 其他三個我不開名 所以今次我們要在幽默的同時 要做一些選擇上 可能始終對白有些改變 因為始終美式和港式的幽默感都不同 我就要將它扭化成為港式 又要同時大人小朋友 聽完之後都笑得出 這個是最特別的地方 因為這個過程幕後都很好 他們會有一個原本的翻譯本 亦都會有些建議 會否可以試試 同時我們一路錄一路共同創作 這個體驗是挺好玩的 學到很多東西 譚觀仲開心之餘 有過足配音隱 他說要靠自己努力爭取 才接到這個夢寐以求的工作 又是 ERROR除了形象搞笑 還好懂RLO 但他們無論是哪個範疇 都出盡百二分努力 抵他們有這麼多404支持 和三位隊友出到五年 Dee哥說 雖然行得順利 不過中間都受不少打擊 雖然我們順利 但是我們當中都有過很多 一些意外發生的組合 一些負面的事情 留言 或者被人攻擊對象 這些我們都經歷過 這些都是挫折 因為在這些挫折期間 最痛苦的是一個人的心理狀態 藝人都是人 當我去 我不看就說沒事 當我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要學會怎樣去處理這個情緒 又不可以影響我的工作 同一時間我又要背負這件事 去繼續做自己的事 要更加專注 因為你一旦散了出來 嘩 你一旦散了出來 看這麼多集聯的訊息 你個人是處理不到的 你只可以 轉到一個位置 看著目標走 看著目標走 這個是 我想 那些挫折 就說出來 就說到自己好像玻璃心 沒什麼意思 但是 我覺得每一個 每一個藝人 都 每一個藝人都要好好關注一下自己的情緒 因為我都是藝人 我明白 可以很黑暗的世界 如果你要真的在外面畫東西 去傷害自己的話 你可以找到很多材料 所以希望各位高手都手下留情 批評是可以的 但是人身攻擊就避免 你攻擊我可以 因為我吃過東西 我挺得住的 但是其他藝人 就留一點名字 其他人 那些無仇無怨 和你 都是做娛樂 那這些樂觀的心態 是怎樣練成的 其中一部分都受到有影響 因為最難搞的人 有些人都在我的隊伍裏 我處理他們的時候 我就會更加明白 都已經這麼說 他們都要處理我 有時我都會跳 但是就明白到 其實沒什麼搞不定 沒什麼搞不定 最後都回到基本步 有什麼四個一起頂 四個一起上 外面自己頂自己做 回來 益回四個 這樣去做 只能夠團結自己 都是一樣 重心你focus放在哪裏 你focus在外面 你就活得不久了 focus放在自己 focus在你身邊關心你的人 跟你一起走路的人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focus在演員崗位 但是有份主演的毒蝕大狀 已經破了港產片票房紀錄 還揹著一億何其華這個賭 是不是一種壓力呢 一億的榮耀 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很明顯是台前幕後所有人的功勞 大家都知道 是一班人一起工作 而完成的電影 集體工作 所以我聽到外間 有些人會說 我就拿來套落自己身上 好像是什麼什麼 我是有點不開心的 不過我也是這樣想 沒有所謂 過幾天你都不會討論 我也是有興趣的 當時我也是玩的 和大家玩的一個疑惑 只不過我成真了 然後事情就顯得更加厲害 真的成真了 但是最大的意義 應該這麼說 最大的意義就是 我作為一個演員 我發發長長這麼多年 我終於有代表作 一個代表作 大家認同阿Dee何啟華是一個演員 在毒蝕大狀的演出 如果沒有毒蝕大狀之前 我都覺得 人家不是覺得我是一個演員 人家只知道我最近做演員 很想做演員 直到有代表作 才正式是一個演員 那就繼續努力 希望下一部 再下一部的代表作 原來就是這樣 可以放心 向著目標進發 Dee哥說 都得家人支持 尤其這句說話 他一直放在心裡 你喜歡吧 做什麼都好 開心也好 這句是最深刻的 這句 這句我都覺得 如果將來有小朋友 我都想繼續保持這個態度 去支持一個小朋友的自主性 自由活動 做什麼都好 開心先 開心就太難了 現在要開心 有得開心 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有成就感 有 passion 這個才是最重要 你的生活才會過得好 你周邊的人都會因為這樣 而過得好 有今天的成就 家人應該很替他開心 而Dee哥現在33歲 都到了成家立室的年紀 有沒有試過被吹婚 吹我儲錢 因為其實是掛勾 你沒有錢 你怎樣去成家垃圾 做之後的事 掛勾 但我不認同 有這樣的說法 我認同的 就是千萬不要儲錢 大家聽我說 不要儲錢 儲錢是沒有意思的 你沒有錢 你才會賺 你才會有動力 去做你自己有 passion 而這件事 驅使你只會越做越好 當你要夠錢 你就做不好 你習慣了儲錢 你每個月儲一千元 一年之後你有多少 那你就困住了 你就只有這麼多 你不會找到你的 passion 和可能性 令自己更好 不要儲錢 結婚的事 就是那句 現在是博殺期 因為結婚的話 不應該在博殺期 這樣做 因為會錯過自己外人 或者自己小朋友的時光 所以我是未想這一步 絕對未想的 現階段 照D哥的洗錢速度 要多久才儲到老婆本? Anyway 祝她在博殺期摺多些角色 新戲飄防繼續大賣 嗨 大家記得 要多多支持 聲援奇緣 由何啟華幫我配音的作品 大家好 我是山羊 Valentino 請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V1HK的YouTube頻道 再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